作曲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虎福奇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95集的节目 我今天的话呢 晚上加入一集 给大家分享 这一次传承系列 推出了核心级别的 雷龙玉尼 还有三角龙铁渣 那收看我节目的老观众 可能知道 我对机械恐龙的玩具呢 非常的有好感 但是这个好感 并不是来自于G1 而是我很小的时候 在我接触变形金刚卡通之前 台湾有一个 和玩家的无敌泡泡堂里头 有六组的恐龙的 机械恐龙的玩具 如果说你那边还有的话呢 拜托发个照片 让我看一下 是我小时候记忆 最深刻的和玩 那反而是 机械恐龙的玩具呢 我真的喜欢它 做得越小越好 包括之前 Power of the Prime 至尊神力的 Deluxe Class的恐龙 我是全部留下来 除了V级的钢索 卖掉之外 因为我觉得那款 做得不好看 我反而是比较喜欢 这个尺寸的玩具 就可以了 那你做得越小的机械恐龙 其实我越有爱了 那今天这两款的话 我本来期待这个比较高 那后来我才发现呢 没想到说 官方的话呢 居然有给它做合体 小比例的修罗王 这个对我来讲 其实是扣分了 其实我并不觉得 恐龙你需要合体 而且合体之后呢 肯定会有人被迫牺牲 今天会给大家分享的呢 这款雷龙呢 它的人形状态呢 就是被牺牲的最大的一个了 我们来先看一下 它们的盒子的后面啊 可以看到 那以人形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了 这款雷龙啊 可以说是 非常的奇怪 因为它是合体之后 本体的下半部啊 也就是所谓腹部的地方 它是牺牲的最多的 你这样看起来 你觉得说 这到底一坨什么东西啊 它的这个腿啊 什么的 就放来这 而且它的四肢 你看它的腿呢 并不是这一根啊 而从侧边 它是能腰部过来啊 这个牺牲实在是太大了啊 裙甲可以往上翻 但是呢 勉强呢 还是能做出一些人的动作啊 我觉得这么小的玩具 真的也是尽力了啦啊 它的关节都是非常紧实啊 因为它要肩负起 整个上下半身的连结 所以它的关节是非常靠谱的啊 那它的一个可动的话呢 就是各位所看到 手脚能够转了啊 头啊 腰啊 脚踝都是不能转的 反倒背后啊 是一个恐龙的头在后面 那我们已经知道 它是被牺牲的最大的一个 但是这个呢 三角龙可以说是 保存了非常完整的人形的状态 它的宽部的球杆比较偏松 但是这个问题不大 那我们稍微加固一下都可以了 背后啊 这个部分说明书 好像是这样子变 就算变完了 但是我记得 没错的话 它们机械恐龙 后面不是有翅膀吗 对不对 干脆把它翻出来好了 这个我都要看你个人喜欢 那头雕倒是很好看 几乎就是缩小版的LG 图状也很漂亮 眼珠红 眼珠蓝跟红脸啊 形成强烈的对比 还附带一把枪 枪的话呢 则是暗藏了这个修罗王的头在这里啊 那雷龙是没有附带武器的 那我们就直接的给大家示范一下它们的变形过程了啊 首先的话呢 雷龙这个头呢 是翻上来的 然后它的腰部的话呢 要翻转180度 那再来怎么做呢 它的这个地方转出去啊 有时候会滑出来啊 这已经不下数次滑出来了啊 然后两个手臂往上翻过来到这边稍微调整一个共同的角度啊 待会是要做个合并的 那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头啊 给包进去到这里 那腿的话就看出来很简单了啊 到这边 你可以先往下推一点点 然后呢 两个脚合并一下 合并一下 到这边 好 然后呢 把它给包覆进去 到这边扣起来 那这个呢 就完成了它的恐龙的变形 那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一个四肢的部分 它这个后腿是完全没有可动的啊 是整个已经锁死了啊 就完全是一个一个 没有任何 应该没错吧 话不要说的太慢 没有任何可动的 雷龙啊 这是它 我还是强调一下 它是被牺牲的很多的一位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三角龙 三角龙的变形 基本上也不难 两腿合并 那它的一个手啊 变形很有趣啊 龙形跟兽形是这样翻折 啊 翻出来啊 等于是这样子转一个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是轮 是轮状的关节啊 然后这个脚啊 这个嘴巴合起来 然后这里就是直接的 将它扣上 两腿下放 这个小比例的玩具 这样子变形 我觉得是让人很满足了啊 好的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三角龙的一个形态 那两个大小的比例呢 当然不对的啊 这个 即便你不照真实的恐龙的比例 在机械恐龙里头 这个很明显啊 这个雷龙是小了一号 现实的恐龙 雷龙当然要更大一些 那三角龙的话呢 可动就比较丰富了 嘴巴可以动啊 前后肢都可以动 尾巴的话呢 没有任何的可动 那都是小比例玩具 我当时是连那个鹰板一起买的 三个买起来很便宜啊 一个台币270块钱左右啊 换成人民币也就可能70块钱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反正我是预定很早就入了 那它的话呢 有一个修拉King 这个组合的一个形态 各位看一下 它到底有没有命名啊 也是叫做龙岩王吧 应该也是沿用我之前的那个名字 那我就给各位示范一下 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好了 首先的话呢 这个雷龙的话呢 是要把它回复到人形的状态 几乎就是完全回复 那我们接下来 把它的这个三角龙这个地方怎么编呢 把这个地方打开 然后呢尾巴抽掉 尾巴抽掉之后的话呢 这个我记得是 好OK 这个都不用动 保持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 好对就是这样 好 它的组合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 对了这里 先把它给扣上 不对 先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龙 龙龙龙岩王的头给拔下来 那我们要先把这里给扣上去 这个地方 我记得没错的话是扣这样 好 那我们就来个组合咯 这里 这两个 这两个凸 要扣 这两个凸 然后刚好它的头是扣进去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部件装上去之后 跟这个龙下巴这里扣上去 等于这里有三处的卡扣 要先扣上 非常的简单 我是不是不应该讲非常简单 讲太快 好扣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龙的手啊 这个刚刚这个 三角龙的手应该是要扣到侧边 这里有一个凸跟脑的结合到这边 然后这里 凸跟脑的一个结合到这里 很简单啊 扣上去 好 那么再来的话呢 再把这个龙的这个手啊 给转上去啊 然后呢 这个内侧 有一个洞 跟这里有个凸 再把它给扣上 好 这样一来呢 整个造型就非常的坚固了 非常的坚固了 好 然后这个腿的话 我记得它是要我们翻出去了 按照它的一个 按照它的一个说明书的辩法 应该差不多是这样 反正其他成员 都到齐的时候呢 我们会再给各位做完整的组合的示范 那这个的话呢 应该是它标准合体之后的样子 这一次呢 它的胸口呢 不是钢索的头 而是这个三角龙的头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部件啊 什么都在后面 那合体的部分也是一目了然 关机的紧细度非常的好 那么 刚好呢 我们先前的这一款玩具的话呢 我们可以 就刚好可以用上 这个肺钩啊 这个完全可以填补它 这个手脚的位置啊 那我们就直接的 把它的这个手啊 直接再给扣上去啊 然后另外一只胳膊在这儿 就也都是说呢 如果你先前 有这些官方的这些玩具的话 你现在的话呢 已经可以提早给它们做个合体了 好 然后还有一只 腿到后方去 放这边 现在突然觉得说 它这个脚后跟这么大 难道是为了要 给这个龙烟狂做一个合体的吗 目前这样看起来啊 腿当然是会稍稍有点 短了 如果你要以四肢比例来看 这个当然是稍微有点短 但是它已经提早把它给做出一个合体之后的形象 那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背后啊 这样 OK 其实也 也还是有模有样的了啊 那就刚好的话呢 就刚好我就拆了这几个玩具 然后又刚好发现它们可以有一个合体 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这么样的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蛮不错的啊 这两个小碰碰的玩具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